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今年3月制造了封城惨剧后 不但无需担责 还顺利晋升中共党内二把手 成了各地极端防疫的标杆 如今的上海仍然是风控不断 核酸检测常态化 当局25号宣布 将免费核酸检测点的服务再度延长 暂定到11月30号 社交媒体上则是哀嚎一片 抨击当局的防疫管控没完没了 10月25号中共官方通报 单日新增1080例本土病例 真实数据不明 但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山西 山西的网友则是发文求救 表示如同当年的武汉 人们缺少食物和药品 老弱妇孺也得不到救助 警方则是暴力执法 另外一些交通枢纽地区或制造业中心 如广州 郑州 西安等地疫情再起 随时都有封城的风险 政府的管控则是步步升级 几乎瘫痪了各个行业 缩小人们的生活范围 原定的是说17号起 连续7天核酸无异常的小区可以逐步解封 但是到现在来看又遥遥无期了 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能为我们小老百姓想一想 让我们封闭在家收入为零 但是我们的开支是不变的 甚至开支比原来更高 有房贷 有信用卡 有花贝 有借贝 那么多的东西需要还 你说这样的情况让我们怎么活 中共当局在二十大上宣称 继续清零政策后 人民币加速贬值 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 而清零措施也遏制了人们的旅行和运输业 继续拖累消费和商业活动 新海人记者宇婷 总好报道